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个AutoZotua 这个Auto这个 插件啊 这个插件呢只是来做一个眼睛 这是做好的眼睛 如果让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参数 比如说我们的眼白 我们的红膜 我们的角膜 还有我们的这个瞳孔 都是可以调参数的方式 来调节我们这个眼球的这个贴图和形状 好那么下面这个是更详细的一个 参数调整 参数调整的这个标题哈 那下面呢主要是说了我们这个三个 它主要是我们三个修改方式 一个修改器 一个是形状件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贴图 好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格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装好这个插件呢 我这个插件啊跟之前我们 你把解压缩包解压出来啊 然后出来安装好那个 VIP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呢也是有苹果版的 你装好之后这个装安装了 这个过程就不给大家讲了 因为这和之前和其他安装插件 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好我们现在都开始应用 那装好之后呢 我们Shift加A键 那么下面就会出现一个自动眼睛 然后我们把这个自动眼睛呢 点击号之后 那就出现了我们这个眼球了啊 现在我们进入到文理模式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眼球是自带贴图的啊 二选中我们的眼睛 我们把修改器打开 它这里面有两项修改器 一个是细分修改器 一个是遮罩修改器 这个遮罩我们没有让它显示 我们先显示一下 显示好遮这个遮罩之后呢 这个 瞳孔呢就显示出来了 之前没有瞳孔 没有瞳孔的状状态呢 它就是一个玻璃体 我们显示之后 然后可以显示出来我们里面这个 瞳孔和红膜 然后在下面呢 这个修改器 基本上我们是不用去变动的啊 或者是你这个细分呢 你可以给它简化一下 简化到0 这个层级 简化到0的话 它就不是那么圆了 细分还是给它用细分按 好 那我们主要改的就是来改它的这个 材质材质方面的一些参数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形态键啊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形态键方面的这个参数 那形态键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基本啊 第二个是这个 我们来开 可以看一下调和看一下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红膜的这个大小 啊 第一个是大 第一个是大 第二个是缩小 那么第三个呢 是它的一个区率 那么下面也是 瞳孔 这是改变瞳孔往大 这是改变瞳孔缩小 我下面呢 还有一个角膜区 还有个角膜的区域 这个角膜呢 我们最好是在这个 玻璃体的这个状态下来观看啊 来观看我们这个角膜的区别 那么下面呢 还有我们这个眼睛的高度 已经通过了这个高度 一拉高的呢 就像猫眼这种 还有这个宽度 然后下面是一个我们这个眼 眼球的形状的一个调节 给小姐姐就是扁的这种形状 啊 这一贴图呢 这边呢 比如说你不想要我们这个 这个红色的这个啊 不想要我们这个红色的这个血管啊 这些之类的就可以在 我们的第二个材质里面 然后去把这个变为白色就可以 这样的话就看不到我们的血管 我们这个整个眼球都是一个白色 那么第三个呢 基本上就不用小 因为第三个头发我们当然是黑色的 然后你可以给它调整为白色 或者红色之类的 然后这个红膜的这个颜色呢 可以自定义自定义给它调节 但是这里面下边这个材质啊 还有我们这个 纤维的这个样式啊 这个透明度 这个缩放 你都可以进行自己去调节 因为这是英文版的哈 如果你要想翻译的话呢 就用我们的有道 然后加上我们的快捷键 那是不是加低 然后去给它翻译一下 然后就可以看懂这些 就是贴图英文都是什么的 基本上我们也就是改的颜色 也不多 好那么这个插件呢 就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去下载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想把这个插件给它翻译的话 就可以给我们这个 啊 我们有一个叫叫什么来着 啊 我们有一句叫B2T B2T这个2602版的这个啊 这个B2T这个软件呢 然后可以去 可以去直接给这个插件翻译一下 好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